将夜中五镜之上分别都是什么境界 这些境界的作用是什么 按照齐山大师的说法 五镜乃天人之格 能破五镜那变成了传说中的圣人 破五镜代表修行者脱离了世俗 不仅能够最彻底的掌握天地气息的规律 了解世界的规则 甚至可以创造出新的规则 知命巅峰和破五镜强者的最大区别 在于对世界本源的认知 齐山大师虽然说 破五镜与没破五镜的实力差距并不大 但在数量庞大的知命修行者中 真正能做到越境击败破五镜大修行者的 不过寥寥数人 知命境界修到知命巅峰后 便有机会去触摸更高一层的诸多玄妙境界 我们为了方便 一般将其称为第六镜 这些境界分别是 道门之天启与清境 佛宗之无量 寂灭和金刚不坏 魔宗之天魔 疏愿之无惧 这些境界均各有妙相 理论上说 彼此之间却没有什么强弱优劣之分 但在实战中 以书院无惧最强 魔宗天魔次之 其他的都差不太多 人间最被熟知的第六镜 为天启镜 所谓天启 是指修行者能够直接聆听 浩天启事 以虔诚奉败记道门神术 于空无之镜中 暂界浩天微视光明 浩天普照世间 纵视微视光明中之一缕 基于一修行者之身 亦可想见 那是何等样的大境界大威视 因此天启境界的修行者 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从浩天神国 传过来的巨大能量 缺点是 这是短暂的外来力量 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并且需要进行提前召唤 天启境应该是 浩天世界中破五镜修行者里面 最多的一个境界 其代表人物 有只手冠冠主陈某 西陵长教雄出没 只手冠后山半截道人 西陵光明大神官 魏光明等等 将夜中五镜之上 分别都是什么境界 说完天启 我们来说书院之无惧 所谓无惧就是从心所欲而无惧 父子说人间被天底元气所覆盖 天地元气自有分层 因为这个世界是扭曲的缘故 这些元气分层里 也有些扭曲的通道 意念所致 便能让人瞬间抵达万里之外 有点超远距离闪现的意思 并且无技能CD 可以连续使用 无惧境界的代表人物 有书院大先生李漫漫 知手冠冠主陈某 九徒 学会打架时期的李漫漫 在无惧的领悟上 就高于贯主 但低于九徒 没过多久 李漫漫对无惧的领悟 就超过了九徒 是除了夫子之外的人间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 无惧几乎是 浩天世界的第一速度 只要学会无惧 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无惧虽然有领悟高低之差 但总体来说差距很小 夫子曾对宁缺说过 如果你进入无惧境界 就有了一定对抗浩天的资本 浩天想要杀死你 便会变得比较困难 但问题在于 你不可能总逃 不然会累死 夫子登天化阅后 浩天在人间找到九徒和屠夫 九徒看到浩天后 吓得直接用无惧神通逃跑了七天 七天后 九徒认为自己安全了 刚解下酒壶 准备喝上一口 结果浩天立时出现 由此可见 正如夫子猜测的那样 只要学会了无惧 哪怕是遇到浩天 也能短暂地与之周旋 当然这里浩天也存在 想戏弄九徒的意思 目前将一世界中 破无惧最好的方式 是玄空寺讲经首作 研究出来的延出法随 兰克四之战 讲经首作 曾一度让李曼曼的无惧神通失效 不过后来 李曼曼又及时领悟了紫约 破了延出法随 夫子登天化阅前 曾驱使木棍想要击杀灌主 夫子的木棍有无惧之能 最后灌主凭借自己 对南海地形的熟悉 连续使用无惧 躲避夫子木棍 虽然受到了一定的伤害 但终究还是耗到了夫子登天 从这也可以看出 无惧的强大之处 不过学会无惧之后 还要掌握一些打架技能 毕竟无惧只有速度 将夜中五镜之上 分别都是什么境界 如果问谁是第六镜中 除了无惧之外的第一战地 那必然是魔宗之天魔 人乃天地间一人 天地乃人外一天地 魔宗功法是纳元气入体内 等于是把己身化作一天地 在西陵看来 身为天地者为耗天而已 所以他们认为 魔宗所思所想所修 为逆天大恶之行 天魔镜是那天地元气 反复锻造自己的身体 让其在攻击 防御和敏捷上 都有巨大突破 代表人物有屠夫 冠主和鱼莲 其中屠夫接近不朽 境界最高 而冠主对天魔的领悟 还在魔宗宗主鱼莲之上 疏远灭西陵的最后一战 鱼莲以天魔神通 一招秒杀南海神官赵南海 人生第三次重创天起境界的雄出没 足见天魔镜 非常强大 然后我们再说佛宗 佛宗武境之上的神通最多 已知的有无量 寂灭和金刚不坏 其中金刚不坏的代表人物 是玄空寺蒋经首作 他是江夜世界中的第一防御 缺点是不能离开大地 并且速度非常缓慢 无量的代表人物是九徒 无量具有将物体放大和缩小的属性 比如他的酒壶内 就存放着浩瀚如海 永远喝不完的酒 寂灭的代表人物是冠主 书中早期说 他是佛宗的武境神通 贯主长安城之战时 又被说成是道门的武境神通 参考原文说 佛宗有诸多武境之上的神通 而道门向来只有天启境界 因此这里就将寂灭 归纳为佛宗神通 寂灭有点类似冰冻技能 全书只出场过一回 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除此之外 道门的清净境界 个人理解也是一种武境之上的境界 原文说 这种境界被称为绝世 可以做到与世相绝 进入清净境 可以隔绝与浩天世界的联系 任何附带天地元气的攻击 都对其无法造成伤害 代表人物 由道门的创建者独徒 与最后一任只手冠冠主陈某 因为他有免疫任何附带 天地元气的攻击的属性 所以这个境界在战力表现上 有可能高于传统第六境 可以理解为6.5境 如果说羽化境 就是死后位列先斑 那清净境 就是可以不死的存在于浩天世界 这个境界可以被看作是 对浩天最大的背叛 感谢观看